要串接 那首先當然 第一個的話我們有等於什麼 等於 一定是09開所以一定是文字 前後雙一號 然後呢AND 什麼呢電信業者 當然呢你後面公司沒有完成你可以先打勾沒關係 你可以先看看喔對已經差不多了 再來AND 你可以 分階段做你不要一次做完沒關係 AND什麼一個減的符號 你可以做一動打勾一下 有了 你千萬不要說全部做完再打勾反正錯 完蛋不知道錯哪裡 OK所以你可以慢慢一步一步 假如你沒有把握的話如果你有把握像我們習慣就從打到尾 可是如果你比較沒把握我建議你不要一次全部做完 然後AND後面的話呢加什麼 重複幾個0 然後再串84 那我怎麼知道重複幾個0 我用REPT 一般習慣直接打上去 然後他會跟我要兩個參數 一個 出體字這個TEST TEST的話呢就0 補幾個0 那一定記得前衛要加雙以號 因為他已經提示你一定要TEST 一定要是文字喔 然後呢再來豆點 LUMBER TIME TEST的話一定是數字 次數嘛 幾次喔 OK 那我們可以用3去減 3減掉 這裡面到底有幾個字 LEN 刮弧 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字 然後他回來應該是兩個字 所以3減掉2 等於1 所以REPEAT的一個0 所以後刮弧 先打勾看看 一個0 沒錯 然後呢 後面再加上什麼 84 所以AND 這個 點一下 把G4再串到0的後面 有沒有 084 沒錯 再來的話呢 再一個減 再一個木碼 所以其實聰明的話 理論上應該不需要從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的規則 跟這邊的規則 應該是一樣的喔 差別只是說呢 這邊是G4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是H4 所以其實比較快一點的做法 就是你可以 把這邊的公式 從AND- 到 G4把它複製一下 再貼到這個公式的後面 那你如果現在打勾的話 一定是084啦 我們其實 把G4改成H4 把這個改成H4 這兩個 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你只是向下填滿嘛 所以你在 這個儲存格的右下空點 當它變成黑色 的十字的時候 快點兩下 向下 向下填滿 OK那你會發現 底下就OK了 那理論上應該就 大功告成啦 只是說呢 其實如果用REPT加LEN 其實好像也 占不到便宜 就是 沒有說很方便 所以另外 教各位另外一個函數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怎麼複製一模一樣比較快 拖拉的時候加Ctrl鍵 那你會發現 這個拖拉的這個 這個紙張上面有一個加號 加號表示複製的意思 所以這邊的話我可以 把這個 按Ctrl鍵之後拖拉 就多一個一樣 我把它改換另外一個 函數 叫 TEXT 其實 如果你不用REPT 加LEN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函數 更簡便 怎麼說 其實它道理有點像這樣 按右鍵 比如說我 84跟7要變成3碼的話 如果只是單純格式 你可以 按右鍵儲存格式 這邊自訂一下 把類型 改成3個0 1 2 3 3個0就是3個字的意思 你按確定 它基本上 就會被格式化 成3碼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其實它不是 真的 把裡面的資料 變成084 的文字 而是 表面上讓你看到 以為 這個裡面放的是0 只想裡面還是放84 它直接格式而已喔 但是問題來了 可是問題 如果我現在不是只要表面上看到喔 我是真的想要把 這個84 直接變成084 的一個文字的話 那這個過程特別注意喔 你就要記得 有一個函數可以辦得到 它可以幫我把 數字資料 轉換成文字資料 而且加上格式 那那個函數的名稱叫什麼呢 就叫 TEXT 所以呢 它必須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 就是它的資料 第二個 就是格式化的那個公式 所以喔 剛剛我加那個公式按右鍵 出生格式有沒有 自訂 三個0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的公式 我只要把這個公式 放到 TEXT的第二個參數裡面 就可以了 喔 至於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先把剛剛的這個 綜合練習這個部分完成 待會再來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我來看 請教訓 我們可以看